玉里镇菜市场一带 因成群的流浪狗出没 威胁到路过或到附近的居民的安全 因此玉里镇公所接获到不少民众成情 而公所也要呼吁民众 不要随意喂食流浪犬猫 如果要喂食 请务必喂犬猫绝育 而更重要的是 请民众不要任意弃羊犬猫 玉里镇的菜市场一带 因为成群流浪狗出没 威胁到路过或者是附近居民的安全 玉里镇公所接获不少民众成情 公所也呼吁民众 请务随意喂食流浪犬猫 如果要喂食 请务必喂犬猫绝育 就是善心人士可能会觉得动物很可怜 会想要去喂养他们 那我们也了解这种心情 但是我们可以在喂养之后 带他去解杂 然后可以让他成为家中的一员 这样是最好的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可能就是节渣之后要慢慢减少喂养的次数 毕竟这些动物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生存的能力的 他们也可以在野外可以去找到东西吃 我们这个喂养的行为 如果就是没有好好搭配绝育的话 可能会造成动物产生更多后代更多的痛苦 目前玉里镇三间动物医院和平玉里长梁 与台湾之心爱护动物协会合作 只要电洽台湾之心爱护动物协会申请名额 并向想去的动物医院预约时间就可以带浪犬猫免费绝育 公所也再次呼吁民众不要任意的弃养犬猫 饲养后应该要有养他爱他中养他的观念 外出遛狗时也应该要牵绳以免走失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饲养 也可以询问亲友的意愿 千万不要弃养或者是放任动物在外游荡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